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我们来谈经济了 鲍威尔应该是发表最新讲话 9月份的降息应该是板钉钉钉了 鲍威尔是明确表态 他说他对美国整体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 有了更多信心 认为是时候调整货币政策了 原话 这个表述就认为美联储9月 直接开始降息 这是一个明确的暗示 现在据我的现在得到信息 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9月份 只是25还是50个点 到底是25还是5个点 鲍威尔还说他将尽一切努力 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同时说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取得进展 美联储降息的时机和步骤 取决于数据 前景以及风险平衡等等 鲍威尔讲话中表现的全面的鸽派 这表明他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 转向应该是完成了 说白了就是9月份 鲍威尔讲话以后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高 欧洲主要股指普遍上涨 十年期美债收率盘中回落朝五个基点 国际金价盘中一度涨超1% 美元指数盘中也是跌幅扩大到0.5以上 国际油价打扩大盘中的涨幅 现在基本判断9月份 美联储降息板上钉钉了 美联储多次大幅降息 目前的基准联盟利率是5.25到5.5之间 如果是50个点的话 就奔着5去 目前世界普遍预计就是降息 就要从9月开始 7月份的会议 然后美联储连续第八次维持 利率政策不变 绝对美联储官员都已经明确说 数据经济经济数据继续如预期般发展 然后在下次会议上 放松政策可能是合适之举 9月份首次降息 今年晚些时候还要再降一次 它预估是还要再降一次 就是今年要两次 明年会进一步放松 不过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说 尽管有关通胀的数据让人鼓舞 但是还有更多信息才能适宜降息 与同时劳动力市场又疲软等等 软烛率预期 现在看仍然是过早的 有人说美国软烛率还是过早的 美联储接下来两条路 一个是每次立会要降25个基点 还有就是8月 费农数据如果与7月一样早 不排除就直接降50个基点 从这种看 经济衰退需要连续两个季度经济收缩 美国经济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而乐观数据出现的话 美国经济转着陆预期 很多人就是开始认为美国转着陆了 除此之外 疲软的就业数据也暗示 更广泛的经济放缓 美洲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但是这个数据一直呈上升 一系列前瞻指标表明 经济势头并不能管 新市场现在资产前景得到明显改善 美元走软再加上融资条件 限制又减少了 可能会有利于新兴国家政府的债务 咱们谈谈人民币 人民币刚刚获得了重大突破 全球支付占比 应该是7月升到4.74% 创历史新高 现在按照中国央视的说法 是抵御美元霸权的里程碑 美元降息 等于是它收割 实际就是失败了 它拉到这么高的点位 都没有把中国人民币干垮 人民币现在占比升到4.7 英镑也只有7% 第三英镑 中国很快有可能要接近英镑 早超日元了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份额 7月份创历史新高 香港南国早报最近报道 根据Swift结算系统的数据说 上个月7月份人民币在支付货币排名中稳居第四 它在全球交易中的份额是从6月份的4.6上升至4.74 就是你看一个 这个0.1个百分点 这已经是人民币连续9个月保证4以上的占比了 23年11月份是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 成为美元欧元英镑之后 全球第四大最活跃的这个支付货币 这个货币就是怎么样衡量一个货币 这个价值 咱们这里边一定要谈一下 这个中国和西方塑造的这个历史本身就不同了 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东方的中国和西方世界 关于这个中美竞争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解 其实都是有站在自己角度看 你从货币角度看 交易才是货币的本质 对吧 你这个货币不是资本 只有在交易过程中它才叫资本 所以说交易速度越快 是不是它就越值钱呢 就是说它才能叫高能货币 那货币这个交易 这个怎么样加快速度呢 实际就是让更多人使用自己的货币 而现在人民币正在成为高能货币 日元已经是被中国超过了 现在中国下用目标是英镑 所以中国人民币现在就变成了高能货币了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这我讲的经济核心就是 就是运转速率 运转越快 运转越快 它再代表人家越发达 人币也是一样的 越来越多人使用人币 这个斯维尔特数据是明确显示 英镑是7% 美元还是占大头 47.8 其次是欧元22.5 然后英镑7 中国现在排第四 同时人民币6分额占世界 人民币已经达到6分额占世界 全球贸易融资市场的第二把交易 已经高于欧元了 欧元是5.8% 仅次于美元的83.2 中国人民币是第二把交易融资 换句话说 欧元都已经被中国赶超了 这个势头在这 美元降息83.2% 这个融资比例 它还会保持 但是欧元现在看没人去借了 这个斯维尔特数据显示 它是包括外汇市场 还有商品交易 其实咱们说 这个货币交易是包括两种 一个是商品交易 一个是外汇交易 两种交易 不管在商品交易还是外汇交易 你看 美元都不用说了 这种货币想变成资本 它就在商品交易 还有外汇交易都必须要 都必须要高速运转到高能 这个显然数据显示 以人民币结算的支付金额 在相比于6月 是增长13.4% 就是中国在快速增长 超过所有货币10%的增速 中国是13.4% 中国在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 当时09年鼓励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这对中国在海外提升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现在在全球支付份额中 创纪录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俄欧冲突爆发之后 俄罗斯被排除所有的系统 然后中国贸易现在创纪录2400亿美元 绝大多数都是以人民币和卢布结算 美国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动作 显示出它已经把美元武器化了 新兴国家已经是有寒碜效应 它现在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货币 连巴西都愿意接受 也就是说 美国人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把中国的人币带进高能货币行列 全球地缘政治越紧张 未来美国是一定要把欧亚大陆点着的 点着的时候 所有人手里的资产就一定会放在好几个篮子里 我觉得不断的从美元资产转移出来 南方国家尤其是 他们避免过度依赖美元 人民币在他们整个全球角色中 处于一个核心有利位置 他们在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可能会突破一层窗户纸 就会迅速扑打 这个背后是什么 是欧洲人面临踢屁股 被中国踢屁股 所以会有伯雷利明确说 跟中国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就是他看到了 中国追赶 第一个超越的肯定先是欧洲 欧元 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 所以跟欧洲的竞争 可能要先跟欧元竞争 跟欧元竞争可能要先跟欧元竞争 所以这个才是欧洲人现在紧张的原因